这一支影片的细化呢非常大 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去台湾的各个地区 拿每个城市的空气然后装回来 所以这支影片呢我们要来评比 台湾的空气 先是台北嘛 有湿湿的味道 台北很湿啦 因为太常下雨啦 空气的味道是湿湿的 接下来是台中对不对 因为台中有那个台中港对不对 有吗 还是没有 然后台中的空气呢感觉没有很好 因为台中有很多那个工厂 对台中有很多工厂吗 高中的工厂 哦好 不会装错吧这不会是高中的吧 哈哈哈 对反正台中 感觉空气没有很干净 这样剪会不会吗 哈哈哈 哈哈哈 反正我乱剪了 哈哈哈 然后接下来是高雄的空气 也有海鲜的味道 哈哈哈 为什么每个地方都有海鲜的味道啊 因为台湾市面都是海对不对 高雄的空气呢 然后我闻到 火光山 哈哈哈 哈哈哈 闻了一个很神圣的一个空气的感觉 然后我闻到了一种空气很特别 第一是 罢免市场的空气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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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都闻得出来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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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来是海多 也是海鲜诶 还有什么味道呢 有纽吗 纽的味道 因为有母上 哈哈哈 闻到那个 阿妹啊 张慧妹啊 闻到听海 听 哈哈哈 海库呢 等都闻得出来 还闻到那个 马斯卡 哈哈哈 哈哈哈 雷鬼的味道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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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演 我下去 哈哈哈 哈哈哈 看到这边的人 真的很鲜 如果 真的有人 看完这个影片 然后开始认真讨论 讨论的话 我真的服了你们台湾人 哈哈哈 就这样 ขอบคุณค่ะ